这个小萝卜专用的进口刀 光是这个刀片 一千块钱 它刮起皮很湿滑 它的厚度只有0.4个毫米 在我们国内的话是做不出来的 这是已经包装好的萝卜皮 它的颜色非常非常正 这个萝卜你们看 这个萝卜叫长白玉 是产自于古北 徐阳 那边的海拔是在两千米以上 吃起来会非常的清甜 在外面十块钱一斤 都不一定买得到 这是我们自己基地上种植的 可以这么说 这是萝卜中的贵族 我们这些小案皮的萝卜都不要了 送给周边的养猪去了 这样只要萝卜皮的话 不是挺浪费的吗 这个没办法 我们这个萝卜六斤才做一斤皮 成本确实还是很高 你来拿萝卜它得给老板钱吧 不用 它都是要盗贴我油钱的 还要盗贴给你钱 对啊 我免费给它拉了 这个不是吃来水 这个是我们提前准备好的凉拌摊 做泡菜它是全程不能沾深水的 我们要继续清洗 这个就是我们做泡菜专用的盐 自钻 自供 那边的井盐 非常的细腻 非常的白 做泡菜是上选 我们做这个泡菜一定是要用三泉水 里面含有微生物 在这个缸里面才可以 以及一个有三泉自然的一个发酵 用三泉水的话 成本是会变高的 成本确实是很高 我们萝卜都已经这么贵了 还在乎什么水呀 这是放的什么 这个是生葱 这个是白醋 我们的醋分两种 一个是白醋 主要是增加它的酸度 这个是米醋 真香的 我们用的这个冰糖是广西柳州特级冰糖 这一团的要放多少冰糖 这一团的放五十几 这样泡出来它不会甜吗 不会不会 因为我们后面还会有那个老母水 它是含有乳酸菌 它到时候在一起会有一个综合 它出来最终的成品 口感就是微酸 微甜 微辣 我们的泡菜为什么这么好吃 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秘密武器 这个老母水 是我奶奶那一辈传承下来的 至今有七八十年的 这个比黄金还贵 这个给多少钱都不卖的 这个用量不会很多 因为它的汤是非常的龙爽 单是一盘泡菜的话 两汤少就够了 我们的泡菜通过自然发酵 里面加了老母水 所以它保存的时间比较长 常温的情况之下可以放九十天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是我们已经腌了十五天的萝卜皮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看这个味道到底怎么样 香不香大家 打开盖子啊 就能闻到又酸又甜的那种味道啊 来尝一会儿 看看这个颜色 又酸又脆 还带着一点微辣 这是真正的下饭神器啊 这个常温玉萝卜 就是吃起来非常非常酷眼 虽然它已经泡了半个月的时间 但是吃起来还是那么酷 关锐可苦 好吃到停不下来 就这么一瓶萝卜 我感觉我能干上三碗米饭